這集的特別節目呢 我們就走到戶外 跟輕體部副部長 顏米秀邊走邊聊 去月我看你前副武裝 你是準備要跑400米嗎 對 我待會準備了羽球拍 要跟你回拍 比賽比賽 接受你的挑戰 那我知道去年7月 今年7月到明年的7月 是馬來西亞的體育產業年 Rose London 對 那09年的時候呢 體育產業年就為馬來西亞 總收值就GDP呢 提供了超過300億利益的收入 除了經濟的收入 我們當然也關注呢 在體育這一環 馬來西亞整體的這個制度 足夠完善嗎 我倒覺得我們還有 很大的發展的空間 為什麼提出這個體育產業年的話呢 就是我們意識到 現在國家的體育設備 栽培體育運動員的話呢 就是由國家通過國家的資源來栽培 這個並不是個最長延的做法 也不是這個很好做 因為我們畢竟知道 馬來西亞呢是一個 由私人企業界推動的一個經濟體 那麼如果說要 為了我們的體育運動員 未來的生命的規劃 事業的規劃的話 我們沒有把這個體育運動產業 都把它給擴大的話 那麼對他們本身的人生規劃的話呢 可能就會有一定的極限 是 說到這個運動員的人生規劃 我們一般都知道嘛 運動員的風光期 可能是過了巔峰期之後 就會開始走下坡了 那大家就會開始關心 體育運動員的生命其實相對是短的 當然看是哪一些體育運動 當然比如說像設計的話呢 或者是草地滾球 那麼它的生命期就可能長 比如說跳水啦 羽毛球啦 甚至籃球啦 足球的話 這些的生命期都非常的多 而且更何況栽培一個體育動員呢 至少要10年 就從小開始栽培 對 它必須要是至少10年 假如說從11、12歲開始的話 到它真是成熟的話 它已經是21、12歲的年輕了 所以到了可能30、30多啊 它開始就要 沒想到30多歲了 大概是27、28歲之前的話呢 它可能就是要重新考慮 是否能夠再繼續下去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競爭的領域 對 你說到這個年齡層呢 剛好我們現在大多李中尾 就站在處於這個階段中 然後我們就看到 你看羽球潭 我們就看到說 可能有一點後繼無人 禮後無人了 怎麼辦呢 這樣的一個栽培的情況 是不是我們遇到的最大難題 我其實也跟大多李中尾 交流過 他說事實上呢 我們有非常多 非常優秀的這個職員 但必須還有更多的這個曝光 跟參加更多的比賽 當然更重要的 大多李中尾常常告訴我 所以可以跟這些年輕球員的話呢 分享就是必須要給自己呢 更多的挑戰 挑戰自己 而並不只是挑戰別人 嗯 完成了這個挑戰 我們當然 而且在培訓的過程中呢 必須要充滿激勵 充滿激勵 激勵 喔 激勵 要自己人 對 對 對 自我管是非常重要 那他們在整個生涯規劃當中 其實青體不關也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例如說 有一些球員 可能他們決定要退役之後 他們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嗎 事實上所有我們的這些前置的運動員的話 那麼在他們的前置運動生涯的過程中的話 那麼至於他們的如果說他們表現非常表情 他們有一些成為一些產品的代言等等的話呢 所有的收入的話呢是完全歸他們所擁有的 國家體育理思維呢是完全完全不參與 沒有管 OK 那麼另外呢就是在一些球員的話呢 我們也安排他們上一些課程 比如說電腦課程 上語言的課程 包括一些成績 在學術成績上還不錯的一些學生的話 他們可以比比較 相對比較 低的這個資格 沒這麼苛刻的這個要求 能夠進入一些國立大學年數 尤其是在比如說像UKM 像國立大學 所以他們是有機會去充實自己 然後去找第二把刷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如果實際上第二把刷子的話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的 因為它並進國家的一級球員的話呢 它是前置的球員 在它前行投入培訓的過程中 它如果說要安排時間去做其他的學習的話 實際上是不容易的 因為它們無論是體能訓練 技術訓練 包括一些策略上 體運動比賽策略上的這個需要 它時間是排得滿滿的 所以說 當然 畢竟我們也想盡辦法 讓這些體運動員的話呢 多一些 安排擠出一些時間來 擠出一些時間來 上一些他們想要的上課程 是 就是自我充實一下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前一姐黃苗珠 在四月份退役之後 她退役前後心理調整 和生活情況如何 羽球 成就了許多馬來西亞人的夢想 當然也包括了這個女孩 黃苗珠 誰也想不到 黃苗珠的出現 扭轉了大馬羽球對一貫 男強女弱的傳統局面 我大概應該是 十一歲十二歲吧 大概這樣子 接觸羽球的 然後我接觸羽球 都是因為 我爸爸跟我姐姐 因為我姐姐也是國家隊的 從代表學校 代表州隊 然後就代表國家 所以我是從 十二歲接觸羽球 然後十六歲就 進國家少年隊 然後十八歲了就 完全是專業 然後就全時間在 受到家庭的影響 黃苗珠從中學開始 就展開嚴謹刻骨的羽球訓練 她雖然看起來高壽 但體力和毅力卻不輸人 這種優勢奠定了 往後在羽球女單 世界的地位 如果你是問 人民的話 人民都會講 我是2007年 中國公開上那個最 深入明星 我覺得 所以可是對我來講 其實我成名應該是在 2003年 越南的東運會 冠軍過後 是開始就 有人開始 認識我了 突然好像冒出一個 黃苗珠出來的 黃苗珠在球場上 不放棄的拼命性格 讓她得到了許多的榮譽 可是過度拼命 也讓她受到運動的傷害 長期傷患纏身的結果 最終讓她 不得不在今年4月 選擇退役 不能講後悔 或許是遺憾 如果給我本身 我的計畫本身 是我希望我可以 堅持到奧運 就是明年的 2012倫敦的奧運 可是還沒有到 我就退役了 其實主要都是因為我 我自己的傷 其實我本身的傷 也已經堅持了很多年 而且長期這樣子的 我的傷也越來越嚴重了 加上我的家人 其實也還蠻擔心我的傷 黃苗珠 雖然是在 逼不得已的情況下退役 可是 由於她還是熱愛與球 因此現在的她 已經轉為全職教練 希望透過另一種形式 繼續挑起為國家隊 貢獻的重擔 就很像人家說的 就是我從目前 推到去幕後了 所以現在我是 主要都是 教導我的球員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 進步然後 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績 而為馬來西亞爭光 換了一種新身份 黃苗珠對於政府 規劃與球的發展 是否多了一種新角度 我覺得我們這邊的設備 其實都還蠻齊全蠻好的 像好像我們有 國家體育理事會 我覺得 比起以前來講 其實我們現在的 系統 都是比以前好很多了 而且以前 他們都會比較重視 比如講男隊員 可是他們現在已經開始 不管是男女 他們都開始重視 在開始 培養他們這樣子 黃苗珠雖然說得 頭頭是道 可是對於教練這個身份 他坦白地說 還是不習慣 其實還是不習慣 因為以前球員的時候 我覺得很容易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要念 我自己念書 我自己很清楚 我要怎麼樣 我要加念 我要逼自己幾多 可是現在不一樣 我是一個教練 可是我有七個球員 每一個都有他們的性格 有他們的思想 所以你要一個一個去了解 分析他們 再另外安排 適合他們的訓練計畫 現在才會體會到 教練真是不容易 雖然如此 他還是感激 羽球帶給他 許多生命的火花 在羽球網住的生活裡 讓他能夠成為 現在這個樂觀 開朗的黃妙珠 我覺得是一個 光環 因為他讓我 是一個可以讓我 發光發熱的地方 過程當中 有快樂 有不快樂 有流汗 流血 流淚 但是對我來講 都是很好的回憶